他現在來講都是一級歷史建築物 也都在古知會有紀錄曾經建議作為古蹟的 這方面如果有任何一些改動 其實都要跟回現有法例、法規和程序的 在這方面我覺得就算特首 他自己本身我覺得都未必有權是他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他自己本身有權負擔心的負擔心 當然,我自己本身有很高興的負擔心 因為他的負擔的價值 他現在的負擔性價值很低 在過去幾年 我认为这个建筑自己有很多历史 如果我们能够用最好的用户 用户的用户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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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的用户 用户的用户 我认为这些一个需要的用户 我们能够更加增加香港 能够更多的用户 現在議員都說他們應該是不夠 而那邊上都是沒有什麼人去過 拿來做其中一個選項是否都平復那項呢 還是要哪個選項要什麼是最適合的 我想作為選項大家的諮詢 這個是無口非都可以這樣的 因為每一個市民其實就18個選項可以給意見 但亦都可以提自己的意見 是善用我們現在現有的一些土地或者建築物 那是否一定要拆卸呢 我自己個人都發表了我自己的意見 如果你不拆卸的時候 現在既然使用率這麼低 為何不可以做在這方面利用它呢 作為一個景點都好 因為很多其他城市外國國家 一些古舊建築它都是一個很吸引 就是遊下去的地方 那我想市民我自己都沒有去過 那如果你開放我都有興趣去看一下 是吧 因為這個也是代表自從1934年呢 是每一屆的回歸前的港督 甚至回歸之後的我們的特首都有用過 不過特首用的次數比較少 那我們無謂浪費了它 因為每年都要花不少的維修保養的費用 好 麻煩 好 麻煩 好 麻煩 謝謝你 謝謝你